原来我演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会比较 脸会比较饱满一些 现在可能瘦一点 额头可能要再往后一点 就是把额头露出来 讨论一段时间之后 陆续的话大家进场 就坐到你们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就开始会议 一边讲 一边走一边讲 这样子 准备 开机 开始 从什么 经过仔细研究 会议决定 从游击战术 从发动群众 以至于公开苏维埃 战略割据 忘记了 不好意思 由此割据区域 再来 再来 不好意思 因为前面那个词 我说我错了 就就 各在那了 不好意思 我说我错了 我说我错了 后面有没有人过去这个 哈哈哈哈 没事 别提名 回到 六小鸡 不爱小鸡 五小鸡 两酒鸡龙中 未能倾见 倾见天下英雄之魂 现归于刘桓书 我叫姜桥华 从事演员这个工作已经八年了 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 也没有学过表演 我就是单纯的热爱表演 我记得我第一次拍的时候 一天下来就才三十块钱 对 就非常非常低 那个时候 走 就在这上面 走 电梯来 四楼 这是第二次来了 原来这个片子 他第一次试的时候 就是试一下眼镜啊 这个什么的 就在车里面也没开车 然后这一次 实地的开一架车 所以我们演员这个职业 就是比较被动 能争取的话 就尽量去争取 我们尽力吧 全程开车 你现在没订造了 这事情非常麻烦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在开放楼端 万一出现事情是很麻烦 所以这个事情 可能还是要再争取我一下吧 到时候我们再看 再考虑一下 我们再考虑一下 我们再考虑一下 大家再联系 谢谢你 好好 谢谢 我们视频 谢谢 谢谢黄老 好 谢谢 那我先走 好 好 好 希望有机会 有回事就再多关照一下 对 对 欢迎 谢谢 比较被动 你没得选 都是一般是别人选你 OK就OK 不行就不行 就很简单 没有说谁给我们一个保障的东西 我给他预留了三天时间 把所有事情推掉 所以人家说不拍就不拍 那你这些损失 但是也没有人去给你当的 所以我觉得演员要有一颗特别强大的心 去支撑你从事这个职业的一个心态 不然很难很难你能够走下去 能够从业这么多年 很难的 所以就不断地再调整自己吧 嗯 哎 你好 房东 那个房租能不能再 再给我便宜一个两三百块钱 对对对 不行啊 嗯 不是这样 你便宜一个一百也行 好吗 不是 家电这一块 我自己也想办法 还是不行 行 那我这边再考虑一下 嗯 好 谢谢 哎 厦门这边的房租啊 太贵了 差不多都要两千五到三千 好一点都要三千多四千 没法弄 走吧 还没 还没 过一段时间 今年疫情的影响至于我们的活呢 也越来越少 我住了这个地方嘛 要拆迁嘛 所以一下子就 就觉得来下面这么多年 好像就是没有一种归属感 突然就心态 就有点崩了一样 就整个村庄拆了之后 你不知道往哪搬了 然后包括工作的压力 然后就是家庭整个 现在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这种压力 压力有点难受吧 我是跟我老婆商量 我说要不就放弃吧 看转行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他说 你都坚持这么多年了 那要不你再给你自己一年试一下 对啊 我早上起得很早啊 为什么 要工作就要早起啊 那你 爸爸 爸爸 你爸爸 嗯 嗯 我在这行已经做了八年了 兜兜壮壮 起起伏伏 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 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啊 奔夫是不是选错了路 一味坚持梦想 是不是不太逝去 因为老是想往上走 但是一直走不上去也是比较难受的 可是已经走到今天了 让我真的放弃 又不甘心 所以还是要继续 赶紧给我走 路是好是坏 走下去才会知道 对 一张口 几朵坚固 当天我默默 对 谢谢